欢迎收看 欢迎把抓 我是张道和 今天四个关键词 带你掌握天下事 郭董是霸王硬上宫 柯文哲的不公开行程 被郭董一说 全世界都知道了 知道后他又要巧遇 最后让人家罚站25分钟 两人情况多微妙 我们看看柯文哲的脸就知道 太尴尬了吧 他藏不住 咖啡的会前会30秒 快速落幕 放话离间通通来 侯郭谈过了 还说要再约喝咖啡 柯郭幕僚也谈了 说这时郭董整合跟联署 我就问啊 听到这边谁放的消息啊 蓝白回应各个黑人问号 怎么跟事实差这么多呢 庆祝行情去哪了 828郭董宣布参选 还记得那一句 我没参选十几% 我若参选不得了啦 各位答案出炉了 最新民调 郭台铭 10.5% 依然垫底 绿营不藏私 理财数 一家去年成立资本50万的公司 想代表台湾进口 从来没有买过的 巴西鸡蛋 中央续选会一句 OK哦 他成功进口了 最后补助下去 他赚了上亿元 到底怎么办到的 想赚钱 这一集 请你好好地看完 现在介绍今天四位特别来宾 第一位资深媒体人罗望哲 赵和好大家好 台北市议员刘采薇 大家好 民进党发言人谢佩芬 赵和好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张雨萱 赵和好 好郭董就是霸气啊 我想要怎么样 我就想要怎么样 昨天那一幕 大家觉得太深刻了 原因是 昨天那一晚 怎么比金门那一晚 看海还尴尬啊 是啊 现在郭董不只要霸王硬上工 还是这样 变成恐怖情人啊 赵和 为什么说霸王硬上工 原本这场合呢 这个是叫什么 台北市的计程车工会 普渡三会 先看好 普渡三会 可是感觉这场子 后来慢慢变掉变成什么 变成郭董的赵氏大会 所以完全变掉了嘛 怎么讲 昨天呢 原本柯文哲本来就要去这些场 但是他非常低调 真是他没有公开 他不公开这个行程 结果呢 原本说柯文哲7点要到 那郭台铭突然 忍不访了 我要来 我要来 而且我还要硬来 怎么样 我提前7点到 比你柯文哲还要找到啊 另外柯文哲一来 看到郭台铭 傻眼耶 郭台铭怎么在台上 甚至进场的时候还大进场 你普渡餐会 你有看到人家大进场参选过吗 没有耶 所以你郭台铭 到底是把普渡餐会当成什么 你把它当成自己的造势场合 你在台上 除了大进场之外 上面的看板 LED看板是什么 唯一支持郭台铭 这个有何道理吗 这能看吗 这能看吗 所以你说柯文哲在台下 脸色的铁心是事实 因为坦白讲 原本柯文哲过去当台北市长 所以这个台北市的竞争车工会 他其实也很熟悉 那过去呢 只要有办些普渡餐会 他或黄山山也都会出行 一定会约他 一定会约他 所以这场就对柯文哲说熟悉不得了 那他原本也想说 我来也是跟大家打个照面 过去老朋友叙叙旧 结果没想到一来 看到你郭台铭戴着国旗帽在台上 你一讲 讲了几分钟 讲了二十几分钟 快半个小时 那柯文哲是怎么样 在场边 罚站 看着郭台铭演讲 哇 这场子 怎么变成你郭台铭的主场了 说好的普渡在哪里 完全不见 那郭台铭在台上 滔滔不绝 讲了二十几分钟 快三十分钟 到底讲了什么 其实大家也不知道 也没有兴趣 但是你在台上这么久 台下的人都在干嘛 看柯文哲的反应 柯文哲说 有尴尬 多尴尬就有多尴尬 看柯文哲你看脸 颜色铁青 然后包括他旁边的黄山山 他总看是黄山山 也跟他说 我们待会上台的时候 底下志工都不要喊动算 我们都不要喊任何的选举造势的话 看起来是非常想要低调 但是想高调是谁 就是你郭台铭 郭台铭高调到不行 甚至他还做主桌 他在整个这场子里面 他做了主桌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当中什么 有果汁 有奶茶 有咖啡 他准备好要等柯文哲 来到现场 说我来给你喝咖啡 喝奶茶 但是柯文哲抵达之后 他没有入座 他在旁边等了25分钟 等到郭台铭讲完之后 他上台 他讲几分钟 柯文哲讲三分钟就走人了 三分钟而已 一个讲25分钟 一个讲三分钟 你就知道这场子多尴尬 那下来的时候 柯文哲一度想走 但是幕僚 我们过去跟郭董打个招呼 还是要说个嗨 还是要说个嗨 柯文哲的确来了 我们看到柯文哲下来之后 脸色还是有点尴尬 那一度想要转身这样走 假如照合是郭董 我是柯文哲 柯文哲 怎么会这样子 我还把他拉来就是了 你还拍我肩 对对对 好好好 好啦 long time no see 这样子 就这样子 所以看得出来 柯文哲在这场子里面是非常尴尬的 然后他打个招呼就走 就讲三句话 不多 就三句话 好 那 好像是郭董 他也没听清楚说 柯文哲到底讲什么 因为场子非常混乱 旁边的媒体记者跟两边的幕僚 加起来 坦白讲 二十几个人以上 二十几个人以上有人 然后郭台铭就主动握手 那柯文哲误了一下之后 就回身走了 那我们刚刚讲 为什么叫霸王殷上公 这个场子原本是要是说普渡餐会 普渡餐会嘛 那照理说柯文哲来 是一个例行的事情 那郭董看起来 好像把这场子包场下来 你知道吗 现场的人都不断喊 郭台铭动算动算 甚至还有很多的一些 不知道哪里来的人 跟郭台铭玩自拍 好像营照说 郭董在这个场子 非常热络的感觉 那你说柯文哲心情会好 当然不会好嘛 望着望好 听出猫腻来了 第一个时间是 台北市计程车工会 基本上之前 柯文哲是当台北市长 这是柯文哲的主场 我第一个时间 被你郭台铭先破梗了 好你原本是客人 你现在变成你主角 比我早到 还要我先罚站25分钟 最后我坐下来之后 你又设了一个局 这个局我就问了 郭董是bartender是不是 有四五杯饮料 都在他前面在等他 我跟你讲 他不只当bartender 他还甚至自己 干脆直接喝了算 你知道吗 后来他看 都没人喝 那旁边记者说 郭董你要不要喝一下 他自己把咖啡和奶茶 自己干了你知道吗 所以看起来这场子 坦白讲 对郭台铭的时候 也是很尴尬 尤其大家看到 刚刚那个LED看盘 就这么大 那柯文哲上预言讲的时候 上面在显示什么 也是显示说支持郭台铭 莫名其妙 对柯文哲来说 我明明是来参加普渡餐会的 怎么变成 我自己做小 自己来参加你郭台铭的场子 那我们讲 郭台铭除了用场子 去帮忙硬上工之外 大家之前说他恐怖情人 金门的事情之外 他现在背后 可能还有放话的消息出现 一个名一个案都出手 这个是名 下面这个就是案 就是相传出说 郭台铭 郭柯两个代表 早就见过面 要谈什么 要谈整合 但是你要看 这个消息 谁在前面 谁在后面 郭在前面 柯在前面 所以这个看 我们当跑新闻就知道 你只要这个人在前面 坦白 八九不离十 就是这个人放话为主 这个人想要吃他豆腐 所以必须要整合 我就问 柯文哲现在民调第几 至少有第二 第二有必要跟老四来整合吗 没有 我可不怕你的话 不好意思 我该怎么跟你整合呢 对不对 然后再说两人都不愿意当副手 怎么办 柯文哲有必要去当郭台铭的副手吗 目前看起来 也不太可能 现在柯文哲躲得 郭台铭躲得远远的 我怎么可能躲你躲那么远 我还愿意当你的副手 这不是逻辑上有问题 还说主 联合政府 这底线是任格魁 我还不当副手 我当格魁就好 看出来这个报导看起来就是 郭台铭这方要放消息 要干嘛 吃柯文哲的豆腐 那现在还说什么 说柯正盈曾经建议郭董先连署 那等到12月20号抽签时 再根据民调的依据来棄保 这干不一样 不可能嘛 所以意思是说 这根本就第一个 你就先违反选霸法 但是后来 民众党也挑出来说 没听过这个讨论 觉得讨论非常的怪 所以看出来 郭董在昨天这场参会上 第一个霸王硬上功 要硬上柯文哲 但是柯文哲非常尴尬 再来暗箭难防 用这个比较阴招的方式 要吃柯文哲豆腐 雨萱我们刚刚提到了 现在郭董是 不管是硬的软的 明的白的 全部都来了 你可以看到他前面 直接闯入人家 应该要去的普渡餐会 第二个还跟媒体来放话 小动作 这么多的原因是什么 不要现在很像三角恋情 这个郭台铭想要追柯文哲 柯文哲不理他 柯文哲反而是现在想要去追侯 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怎么样感觉 现在看起来是有点暧昧嘛 那你说凸显出这个状况 不是很矛盾吗 你说要去独立参选 然后说要整合在野大联盟 结果我们看到的 他频频在做的一个动作 奇怪了 都是一直希望赶快柯文哲跟他和 柯文哲跟他谈 所以其实他现在方程 是应该是这样子啦 因为侯友宜基本上在8月27号那一天已经跟郭台铭表达他的善意了 他表达善意很简单 就说这个为了大局都可以谈 但显然郭台铭不买单嘛 那郭台铭的讲法是说因为侯友宜这个过去被他匡骗过 我相信大家听的这句话都会笑 因为这是要论不讲武德 或者说讲这个诈骗的记录 这也是还不知道谁是第一名谁是第二名 所以这个前提状况下 他当然把矛头转向唯一现在自己仅存的希望就叫柯文哲 但柯文哲的态度跟民政党的态度显然非常清楚 谈是可以谈 但是没有可能跟你合 因为你知道郭台铭遇到侯友宜遇到柯文哲 他现在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是 你跟侯友宜讲说要侯下锅上 你跟郭台铭讲说我要并购你要锅柯配 他当然两边都没有办法接受 一个民调在今天最新民调还不到10% 所以你说这个前提跟状况怎么接受 更何况我们讲到detail的好了 这场活动的细节 郭台铭到底犯的错在哪里 好你今天你说要提前到这个叫什么 赌人 他跟记者一样 他要去记者会现场先赌人 还是不公开行程 就好 7点柯文哲安排 他故意6点50到 但你到了没有关系 你如果真心诚意真的想要赌他 你站在台下嘛 你跑去台上支持干嘛啊 我才是王的这种感觉 对啊那你说主办当会盛情难却 他一定会这样讲嘛 不是啦你就说 没没没等柯主席先 你站在台下好好等他讲完 自己再去拜会他嘛 你怎么会说自己先跑来说要赌他 然后被人家拱一拱之后 跑去台上然后讲老半天 然后让柯文哲亮在台下 所以这个角度跟观点就不错了 就错了嘛 所以再度凸显是什么 突然郭台铭真的是在政治上就是外行嘛 他总是用他这一套的形式风格再去作为 所以你看喔 这一路喔 最后演演演 变成是说你郭台铭才很硬 但现在反而是 柯文哲跟侯宇两边想要喝咖啡 因为两个想要喝咖啡是对于你这个人感到畏惧嘛 你反而是的确啦 你确实是促成在也整合了 但整合只有蓝跟白啊 现在两边人士都没有人要跟你跟喝咖啡啊 所以就算你要霸王硬上功 但我觉得郭台铭最后会怕演成是什么 自己一个人留在舞台上唱独角戏 结果柯文哲跟侯宇两个人坐在包厢里面 浪漫的喝燭光咖啡 到底柯文哲是不是郭台铭的最爱呢 其实可以看得出端倪啊 我们拿出一个最新的贴文来看 再向柯文哲喊话一次 郭台铭也在自己的脸书上面说 希望有机会啊 我们在一起喝奶茶 甚至还有眼睛的网友更厉害咯 你们说怀疑我郭董的决心是不是 来 这是郭董的IG 来看到没有 追踪名单一个是谁 就是这个男人柯文哲 你说这不是真爱吗 佩芬 我觉得啊 这个他们之间真的是错综复杂 不过郭台铭昨天晚上 这个计程车工会的这个普度 因为我有去啦 而且我待蛮久 所以我可以跟大家还原一下 因为到了现场之后 其实他一两百座非常非常的热闹 但是呢 其实真的是郭台铭的场 可是可能没有办法说 他要霸王硬上功啦 为什么 因为我到了现场之后 听大家在讲才知道说 其实那确实是他的场 那整场就是他hold住的 包括说他资源是他下的 所以上面的这个主持人呢 一直喊说台湾阿民动算 加油加油这样子 因为全场他真的是讲了非常非常的久 久到了一个境界 可是因为人家那一场就是他 等于是说他办的嘛 所以对他来讲 当然是他要把这个发挥到淋漓尽致啊 那对他来讲他当然觉得说 那今天这个我办的场 我买的单 那你柯文哲来 你当然是排在我后面啊 而且我今天是这里的主人 那后来逐桌敬酒 那我自己是坐在后半 我这样的逐桌敬酒 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场 可是他逐桌敬酒 逐桌去跟人家拜托 就看得出来说 他这个决心非常的强烈 他就是要掌握这个计程车 全台北双北这样子各个角落都有 这样子深入各角落这样子的一个票 而且计程车工会 他其实是很有传播力的 一旦他传播开来的话 影响力很大 所以郭董他现在的决心是很强的 这么强的情况之下 他还是 我相信他还是深信啦 就是说虽然今天民调出来说 他的这个民调不升反降 但我觉得他还是深信说 他的资源只要砸下去 然后一场一场的砸下去 最后柯文整个红友仪 必须来跟他整合 好 之后这个配分的说法 我们越南相信一件事情 绿营他真的要帮郭董来进行联署了 哇这些话你听得下去吗 来我们来问一下 来看到最近一样是贴文 这是郭台铭在这个发生 在这个晚间吃完饭之后呢 他又立刻说话了 他说这个叫做主流民意大联盟所存在的意义啊 看到没有 我帮大家用红字先画起来了 他说啊听到柯文哲主席 谈论当时防疫进程车的事情 我感到非常佩服 又在投爱了 好的政见值得学习 我们再往下面看 相互欣赏彼此砥砺 好今天柯主席行程防茫 希望有机会喝咖啡 贡商国事或是喝奶茶都可以 彩卫到现在你们这样看这一局 他们两个没来演去之下 现在好有意外怎么办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 当然勇往直前四个事 是必须一定要做到 因为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就是已经是国民党全代会 然后经过这个正当程序 所提出来的总统候选人了 所以对我们来说 我们就是在一条选举的路上 努力往前走 这个是绝对的不二法门 但是你说所谓的喝咖啡啊 坐下来好好沟通啊 然后朝就是整合的方向前进 这也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 所以说如果是喝咖啡 有助于团结 有助于整合的这个任何的互动 我们都是乐见的 但是当然啦 我觉得三方要有共事的一个前提 那就是要真诚以待 要拿出大家的真心 所以我觉得要喝咖啡的话 不如喝白开水 那比较可惜的 也比较遗憾的是 昨天那一盘 那个盘子上面 都没有一杯白开水 好像都是奶茶果汁啊 什么等等的 我觉得真的喝白开水比较好 为什么呢 因为白开水代表纯净嘛 我觉得三方要坐下来谈的话 都应该要拿出自己最真诚的心 然后原则该有 但是放在心上 但是抛开任何的成见 己见 小我 就是把自己真诚最想要谈的拿出来 我觉得这样的谈才有意义 因为其实这种蓝白盒 又或者是蓝白锅 这种各档整合的事情 它是非常非常精细 非常精巧的操作 如果有一个Mega出错的话 很有可能就完全走歪了 尤其像之前的连这个国清河 那个时候2004年的选举 2003年4月确定国清河嘛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 2002年的时候就已经在运作了 所以你看那个时候 国清河是运作一整年 才有办法提出来的一个一组人哦 那现在有三组人 然后又是这么短的时间 那大家又给了三方的候选 都很大压力 所以我觉得要整合 它有难度 但是绝对没有不行 那在我们立场很简单啊 就是我们是持开放的态度 但是我们有我们的原则 那也希望大家都可以 好好拿出诚心诚意来谈 而不是说团结 但是这个团结 看起来是要把大家团结 在他的麾下 我认为这不叫团结啦 旺泽我们刚刚提到了 郭台铭对这个柯文哲 出非常多的招数 我刚刚已经给大家看到 这个板子了嘛 就是IG就只追踪你一个啦 真的跟恐怖情人没有两样 其他人都没有追踪 那我就问啦 我们之前谈到金门这件事情 山盟海市 隔天就忘记 现在你又来 记得车普渡餐会这样子的搞 你觉得柯文哲会买单吗 或者是民众党会买单吗 当然不会买单 你看那个账号 坦白讲 那就代表郭台铭没有在经营IG账号嘛 他要追踪 为什么不先追踪他太太呢 他太太IG也PO很多美照 你应该先追踪你太太还对吧 表示那个IG根本不是本人在追踪嘛 这个公关公司卖你操刀的嘛 有政治目的的造和 那个IG他如果追踪柯文哲代表什么 他想要吸收民众党的资源嘛 因为现在看起来 国民党跟他好像已经开始有点 开始壁垒分明的感觉 我们看到前两天 这个卢秀恩跟贾文官发文 这对蓝军来说会有一点招魂 稳定军心的作用 把知识者召回来的感觉 不要再跑到郭台铭店去 甚至呢也不要对柯文哲眉来远去 现在蓝军要划清界线 甚至祭出党祭 地方上人士也没有在跟你郭台铭眉来远去 你看这几天 有哪个地方人士跳出来说要挺你郭台铭 好像也没有 你光是你那种宣布参选的记者会上 地方人士张荣威有出席吗 没有耶 谢典你有来吗 没有耶 好了 过去挺你的立委 陈玉珍有出席吗 也都没有啊 就变成你跟你的发言人在台上而已 台下一堆学者 一堆过去的支持者 完全没有看到地方派系的影子 所以郭台铭现在看起来 跟国民党已经开始保持一点越来越的关系 那他会把眼神头上哪里 就是民众党身上嘛 那当然柯文哲有他的优势 他的空战 他的优势在 他的人气在 所以呢 我就用新台币买你的人气 吸你的人气 这场餐会 原本就是本来是例行的餐会 例行的普通餐会 每年都会举办的 那为什么瞬间变成郭台铭的造势场合 你有下资源嘛 你资源 资源比较多 这些论奖都是辛苦人 他有资源来 他们当然乐于接受 没有人会排这些资源 所以就变成说 瞬间变成郭台铭才会 郭台铭 哎 台铭我都玩过线上游戏 什么最强 台币战士最强 对 台币战士就算你苦练 你没有任何装备 你苦练到比人家高等 但是台币战士对不对 买装备一买就把你打挂了 就是这样的道理啊 所以郭台铭现在展现他台币战士的厉害 就在从这场参户开始 那谈到说 其他这些放话挑拨了一件事情 当然也是有嘛 我只要放一些媒体的消息 去咬柯文哲 让柯文哲皮云背面 我就得力了 没错 我们刚刚提到放话 现在郭董除了名的之外 也来按的嘛 来雨萱 我们刚刚看到这一篇独家 这篇独家 这是泰报的独家 他说 郭柯讨论过不想的 不选的当隔魁组联合政府 但最后关头 弃保恐违法无下文 弃保恐违法无下文 其实他现在指的 这篇其实很简单讲 就是你柯文哲连这个基本的选拔法 你都不知道 你要跟我来谈什么 你怎么看待这篇独家新闻 他这个讲法应该是这样子啦 就是说会有戳汤圆的问题 戳汤圆就是说 我今天用利益交换的方式 不管你说金钱 或者是任何的代价 来换取谁选或不选 但是基本上 我觉得在郭台铭 如果正式联署 或正式登记之前 为什么这个东西 他现在这么起 因为这在他有动作之前 而且他必须要先把这件事情谈妥 他如果今天真的是已经有 所谓的总统候选人身份 或者说真的已经正式开始联署了 那在之后才突然说我不选了 那就会有戳汤圆的问题嘛 就是说会有交换条件跟代价的问题嘛 但你说比起说 柯文哲到底知不知道 清楚不清楚这件事情 其实我认为柯文哲对于这件事情 应该是很惊的啦 现在反而真正重点的问题是什么 重点的问题是说你郭台铭跟对所有人 不管你说侯 不管你说柯 所表达的态度跟异象的问题 因为现在有两个点 第一个 今天你如果说我坚持就是要 所谓的侯下郭上 那没得谈 那你今天坚持说柯文哲 就是要被我并购 那也没得谈 那因为你说你不管说后续到底整个行政团队 组成到整个立委席次 但是我觉得这都是郭 个人没有办法去handle的一个问题 因为今天政党政治大家非常清楚明白嘛 你今天要组成辅任党要几个职权 至少6000个 那你今天在参选这些立法委员你要帮忙辅选 这个问题同样也会面倒侯友宜跟柯文哲身上啊 好那你说今天柯文哲做政的 那你相关的整个立委席次高达50级国民党的辅选 你要当母鸡耶 那经费谁出 你要不要帮忙 你造势有没有那个动能 所以现在回过头来你刚才特别讲到说 联合政府这件事情 那我就问 比如说好 郭台铭今天如果真的要当政的 就算他跟柯文哲之间 这6000个职缺 这些辅院党的高层 需不需要有国民党的人 当然需要嘛 所以这都是柯文哲也好或郭台铭也好 没有办法以凭己之力或者单凭 民众党之力有办法去完成一件事情 再第二个 讲伍德这件事情 我们讲为什么郭台铭到现在为止 他没有办法再跟任何一方 不管是你说到底有没有司法性 不管你说到底有没有下文 都没有办法谈下去的原因 因为你已经失去信用了嘛 今天就算跟你答应说好 我们三边会谈 坐下喝咖啡 我们把朱立委拉来 我们把所有立委行政团队的条件全部都谈来 但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 就算你今天答应了 你可能睡觉隔天就说不好意思我昨晚忘记了 又翻脸了 对不对 说我酒又喝多了嘛又喝大了嘛 对不对 但你可能会这样子嘛 谁有办法相信你啊 我这讲的不是我个人的心态喔 各位可以去问问看现在 不管说是侯正宜 或郭正宜 对不对 刚才 彩卉讲的就要我认同嘛 所以大家 打开天上说亮话 掏开自己掏心掏肺 讲真心话嘛 郭台铭的真心话就是我要当总统 再给大哥做四年嘛 对 这是他的真心话 那怎么谈下去 所以我说在这个前景跟状况下 郭台铭现在即便他再怎么演 再怎么说要喝咖啡 再提出任何的条件 都演不像 因为他的真心话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再给大哥做四年 就只有这句话 到底要怎么谈下去 我也是打三个大问号 尤其是因为现在他为了要赢 他各式去放话 我刚刚提到的柯文哲部分 他其实对蓝营对侯友宜 也不断的在放话 他透过谁 他透过了政治学者赵春山老师 还记得第一时间 他说郭台铭828宣布参选之后 他在电话跟我透露 他8月27号跟侯友宜碰面 侯友宜被问到傻眼 不是说好不要说 你怎么跟人家说 那第二时间他又转达了 郭台铭话说 8月30号 尽管你828出来参选 我们8月30号 还是可以喝咖啡 之后又改口了 他说 哎呀 时间太赶了 咖啡局我们延期一下 但是原则上 这几天会喝咖啡 哎 侯友宜听到傻眼 你前面第一个 我们偷偷 我们见面这件事情 你先跟人家讲 第二个你咖啡之约 你还没有约我啊 你怎么跟人家讲说 原则上这几天会喝咖啡 所以他说我从头到尾 都没有接到这个消息啊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在8月27号的时候 这样消息越来越多的情况是 侯友宜当初是到郭董的豪宅 去跟他来见面 他当时也喊话 为大局可以谈 8月28号 就我刚刚讲的 你不是说好不要说吗 你怎么说了 所以我就慢慢对你比较冷淡 所以8月30号才变成 原本说好要喝咖啡 所以突然来暂缓 但是这喝咖啡这件事情啊 或者吃豆腐这件事情啊 已经惹毛了国民党的人 我们来看到第一个 李德卫说 你怎么说什么830咖啡约的说法 我们不管党内的高层 或者是基层 跟你的想法都是南辕北辙 而且从5117被搞到现在 哎 侯友宜吃了你闭门跟吃了不少次耶 好不好 那另外国民党 对上 上下都对郭很礼遇 那我就问你郭台铭 你回报我们国民党什么 他是很生气在讲这件事情 那连胜文 也在上节目的时候说 他说当时朱立伦有叫他去 跟郭董来协调 但是郭董有硬哦 他说没有理由 没有任何的转环的空间 就是郭上侯下 这是我唯一的答案 所以对比刚刚 大家一直讲的 郭台铭想要干嘛 他根本没有要整合啦 他就是要出来选 他就是大老板 来蔡薇 你们现在信任感归零了 国民党还不开战吗 我觉得也没有到信任感归零了 我觉得整合 哎不要笑 我觉得应该是说 你在这一条道路上面 当然517那个承诺上 大家是比较质疑的 那可是为什么会觉得说 信任感没有归零的状态 是因为我们还是要努力嘛 9月13号才去 才开始联署嘛 11月才登记嘛 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些空间跟时间呢 选举本来就是一条漫漫长路 而在这个漫漫长路当中 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 现在配分在选嘛 你也很清楚啊 你知道一个选区 跟一群人你要打得进去 你要说服他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现在对我们来说 只要任何有整合的契机 我们都必须要去做到 但是郭台铭他要做到的是什么呢 不管接下来他的决定都好 他今天要去联署 他要登记又或者是说他联署 不登记又或者他干脆都不联署了 他不管要做哪一条路了 他都一定要做到一件事情 那就是要说服他的支持者 不只是他的支持者 还包含我们蓝英的支持者 你要去说服我们跟他们 为什么你要去做这个决定呢 因为现在显然 为什么大家讲到说 这个信任感是不是好像归零了 是因为现在显然大家对他的质疑 是比较多的嘛 对不对 那当然在我们的立场是 质疑摆一旁 我们还是希望先团结再说 周一到周五晚真实点 请锁定 环宇第八状 旺者我想彩威可能有一些包袱在 你吃了翻译举若帮我翻译翻译 我跟你讲 直接不用喝咖啡了 喝什么咖啡 我跟你讲 郭台铭勒索国民党几次了 从上次四年前 韩国瑜出外选就来勒索了 是 难道每次选举都要被郭台铭这样情绪勒索 政治绑架吗 当然国民党就走自己的路 像厚瑜唯一条路 做好自己 努力往前冲就对了 不要再喝什么咖啡 喝了咖啡 你只会让郭台铭越喝越多而已 越喝一杯再喝一杯 永远都喝不完 你这个月喝人 下个月他又给你出一招 你要不要跟他喝 到时候你整个议题都深陷在 郭台铭的泥沼里面 我跟你讲 侯友宇现在整个国民党 现在就不要理郭台铭了 你就让他去搞 看他能搞出什么东西来 反正像界线一画出来嘛 只要有国民党的明代或是基层 或是甚至地方人士 跟郭台铭接触就开除啊 就那么简单啊 就开除啊 那你在怕什么 你不需要等郭台铭了 郭台铭现在已经 已经没有要跟国民党谈何了 他要的就是郭上侯下 那国民党如果不可能郭上侯下的话 那根本不用谈啊 就变成你郭台铭继续搞自己了 我们侯友宇走自己的路 就这么简单 大家分道扬镳 那选战选到最后 谁输谁赢 再来回来讨论 到底谁是问题吗 先祭出了棒子嘛 你今天敢跟郭董来合体 不管是巧遇 我就把你开除 但是如果是一些莫须有的罪 应该怎么办啊 来看又是看板啊 大家还记得当时 这个高雄三民第一面看板出来之后 哇南营这些小集 来来来帮我看一下 好多小集出来开记者会 这不是我挂的哦 我是支持侯友宜哦 现在高雄的这个鸟松区啊 中正跟中城路口 又来了又来了 谁挂的啊 这难道雨萱 跟我们刚刚讲的一样吗 今天如果郭董 他先霸王硬上公了这个柯文哲 现在连这些小鸡都不放过 我看板我就给你挂出来 我就吃豆腐就对了是不是 可是这看板跟上次的格式 是一模一样的吗 各位如果你上次有看到那个 上次是有点被切到 但是这次是直的啦 但是应该是照片不一样 对啦就左边是郭台铭 然后右边是这个候选人嘛 对 那我有去问过当地啦 他们说这个厂商根本不是当地的 各位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就是说如果立法委员 他们平均在选举的话 他们一定有固定一些合作厂商 他说这个厂商显然是外包的 从别的县市来的 但你说这些人到底知不知情 这件事情我倒是打上一个问号 首先我必须要问一件事情 你知道那个看板要输出 有选过局的 包括我这个旁边两位美女都知道 那画质要挑高清的啊 画质原市长要很高啊 否则你就放大整个脸都糊掉 都没法看啊 那很奇怪啊 所以你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刊版画质怎么样 我觉得应该是不错啦 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当初确实觉得是有人提供的嘛 那谁提供我都不讲了 那当然是有人去提供给你说这个 挂色刊版的人 是不是郭伴 不知道 但其实在地方上都已经盛传说 究竟你到底是哪一个大老板 或是哪一个人物 在去处理这些事情 其实大家都清清楚楚 这我讲的第一件事情 再来第二个 他们讲说 哎呀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绝对都没有跟他往来没有联系 然后出来喊冤 我反而觉得这个状况 可能像比较像是这样的 可能是事前先早就已经提供了 包括我们看到这个 那时候高总市党部 还出来澄清的这个记者会 事前确实就已经提供了 但等到828之后 郭台铭宣布之后 他这个配合这个刊版挂出来 搞不好很多人已经心头两半已经后悔 对 因为那个时候 大家不知道他那么早宣布嘛 地方派系也不知道郭台铭828要宣布啊 这是临时哦 他是大概825826的时候 还决定说我要宣布再选在这一天 所以你去看828这一天 完全莫名其妙 连什么意义都没有 好那你宣布之后 变成什么 壁垒分明 国民党中央纪定啊 说你不可以任何造势 帮他辅选 也不能帮他连署啊 所以当然这个时间点 过去提供了总部人说 你那个档案可不可以回传给我 可不可以把它删掉 来不及了嘛 都做好了 做好了嘛 所以只能在这个时间点 赶紧大家跳出来去澄清嘛 所以我觉得后续的态度 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地方 后续的态度在于说 全台湾我敢保证啊 现在全部都会转为台面下 你就除了说这些已经退党了之外 要选举的不用谈 那不用选举的过去曾经表态 支持郭台铭跟他同样站台的 这时候也会跟他距离保持远一点 因为显然这个东西 他过去大家还可以两边转两边撈 因为大家论述很简单啊 郭台铭我票难道不要吗 这个国民党票我也要 柯文哲票我也要 我要选立委啊 我小鸡啊 我又不是你们大人 但现在状况不一样 现在反而是说 因为郭台铭已经完全站在国民党对立面了 所以在这个前提跟状况之下 还会不会有人愿意站在他身边 我打那个问号 因为郭台铭现在喊话 他现在喊话 不是一面两面 这是第二面而已 他算250面 全台湾 所以你就看到他到底收集了多少照片 多少人愿意站在这边 但是这些人又有多少人现在在视讯说 拜托不要把我的照片挂上去 拜托我要回收 我相信这个状况跟整个气氛 正默默的在整个大局发酵 而且随着发酵的结果越来越剧烈 你去看这些投人就好了 从宣布参选之后 他宣布参选前说 我要帮忙郭台铭連署 大家这个全民支持郭董 他一宣布参选之后 完全大家都没有声音了 都说整合我们团结才能胜利 大家瞬间都改口了 你就等着看 随着这些看板挂出来 就算他要再挂再多面 大家距离郭董的距离只会越来越远 因为最后这样选择 大家会选择的是价值 而非郭台铭能够提供的价格 到底会不会离郭董距离越来越远呢 刚刚旺哲提到了 我们这个如果我是国民党的话 我干嘛离郭台铭 我就做我自己就好了 李彦秋的想法跟旺哲的想法是一样 他第一个第二个我直接画起来了 这个郭董是今年鬼化冠军 非他莫属 第二个不要再跟郭董谈成和了 因为他根本没有诚信嘛 他没有诚信 翻脸不认人 谈了也跟白谈是一样的 好接下来他谈是什么 国民党是百年政党 有380位的县市议员 14个县市长 38名立委 民众党也有两位县市长 五席不分区略 8名县市议员 但郭董是什么 郭董是零啊 郭董是零啊 什么都没有 他有的是什么 只有钱 他只有钱 那为什么还要跟他来这个 来和呢 来谈呢 所以他同时也恭喜了 蓝白这一年 他在最后一段 你们终于不必要被擒勒了 甩掉郭董 让他走自己的路吧 今天谈完 我相信彩薇也会相信这样的说法 不要和了 直接开战吧 我们还是希望 可以就是朝合作的方向前进 不放弃任何希望 当然不放弃任何希望 都这样子了 如果大家都是在有共识上面 这个共识是什么 那当然就是下架民进党 政党轮替 在这个共识上面 大家当然都有合作的空间 跟都有合作的默契 但是其实合作的方式有很多种 不只是在理念上面合作 政策上面的合作 包含立委上面的合作 其实区域合作都是合作 所以我觉得这种合作方式 百百种 而且合作它是一个 非常精巧精细的一个运作 跟这个工作也好 所以它必须是 在大家都有共识前提 然后大家都必须要 先以保密为前提 谈好再来跟大家讲的一个状况 你听到保密两个字 我有点担心 郭董没有在保密这件事情 所以我特别强调保密啊 佩芬我们这几天有谈到 党中央这边已经说了 不要针对于郭台铭这件事情 讲那么多话 而且我们不会帮郭台铭来连署 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笑话 好 不过现在最关键的一件事情是 最关键的一件事情是 现在郭董出来 大家你看啊 有人说一定会有鹰派或是隔派 鹰派就说 为什么我要跟他合巧 我们就自己加油嘛 会不会郭董出来之后 蓝白整合会越来越快 其实到最后会威胁到你 此时此刻确实看得到的是说 这个猴啊 柯啊 郭啊 他们要整合 或者是说 就算他们上面的人谈好了 就算他们今天宫廷政治等等的 内部协商等等的闭门已经弄好了 但他们的支持者到底买不买单 像柯粉他就会去虚侯友宜嘛 然后呢 郭粉也会看不起觉得侯友宜 抢走他们的提名 这真下面的很多广大支持者 能不能整合 其实是不只是现在这几个人大头的问题 这才是蓝白自己要好好思考的问题 好好思考问题恐怕跟民调有关 大家还记得郭董828那天 他说过什么话 他说我民调十几%怎么了吗 那是因为我说我还没出来选啊 我出来选我民调会很高哦 来答案出鲁了 直接给大家看 美丽岛最新一报 郭台铭在哪 来往下看他在最低 10.5% 那至于麻花卷的部分 就是侯友宜跟柯文哲的部分 一直在上上下下 不断地在跟动 那我们刚刚提到 这个躺着选笑着选 现在连做梦都会笑的配分 他们的党主席是在这个位置 来 我不用躺着选啊 旺哲你怎么看 这个民调 这个民调就很明确告诉你一件事情 叫赖清德是无敌状况 无敌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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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赖清德现在 配分这个是事实 37%不管各家民调 目前赖清德都在35%以上 所以看得出来 赖清德现在的确是无敌状况 那郭台铭为什么没有庆祝行情 台湾就是那一天记者会现场 大家有看到地方派系出现吗 没有人啊 没有人耶 完全没有人出现 所以你郭台铭有什么庆祝行情 你完全没有 你地方派系其实很聪明 你没有出现的时候 这是谁看眼里 你台面上就 抖大了看盘鞋的 这个GTM 大家说是ATM 郭台铭参选总统 旁边都没有人帮你抬轿 都是你自己的人 地方派系没有来 所以你民调只有 现在只有10% 那这个民调也很清楚告诉你 郭台铭影响谁最深 柯文哲 就他们只要一个高就一个低嘛 所以变成说你国民党现在自己必须得争气 国民党到现在 如果郭台铭是影响柯文哲最深的话 那国民党为什么没办法拉到接近20的民调 甚至你没办法拉到30 25 为什么拉不起来 这是国民党要去思考的问题 如果今天郭台铭的因素是影响民众党比较深的话 那你国民党为什么民调拉不起来 我觉得观众朋友要去思考一下问题 是什么环节出了问题吗 还是说国民党现在必须得面临说 整个非绿联盟分裂的一个情况 但是问题来了 支持柯文哲的会支持侯友谊吗 这也是问号 所以变成说为什么现在变成 国民党自己民调拉不起来 我觉得他自己去面对这问题 刚刚我们上一段讲到说 要国民党走自己的路 你才能把自己民调拉起来 因为你就一直深陷在这个蓝白非绿 有的没的跟柯文哲 这样大家一把花钱这样搞在一起 所以你民调大人起步来 支持者也会觉得 那你们既然要谈合作 那我看看柯文哲好像也不错 看看郭台铭好像也OK 那支持者就分心了 你今天就是要 国民党就是要走自己的路 你百年大党 而且你有14个县市 你在地方上是全台最多数的一个政党 你怎么会民调只有17% 这就是个大问题在 所以再回过头来看 郭台铭现在 坦白了还是上去那句话 不要再理郭台铭了 走自己的路才对 像连民众党都走自己的路了 国民党当然也要走自己的路 这才是正确的方向 雨昕我们看到这张民调 原本以前说蓝白核的话 就可以超越赖清德 但是这几份民调出来就不太对啊 我还帮大家把它画了出来 你看到这张表里面 赖清德独走之外 侯友宜加柯文哲 加起来还输赖清德 这是怎么样的原因 那就算如果今天真的整合掉了 不管是郭台铭或怎样 真的有机会赢吗 他还有另外一份 就是说没有把郭台铭纳进来 基本上也是状况蛮劣势的 就单纯只有这个 柯文哲跟侯友宜的问题嘛 所以他现在变成是 飞去阵线他有两个病灶啦 我一直在讲 第一个病灶就是蓝白分裂嘛 刚才特别讲到的一个重点是在于说 这个分裂的状况只要持续的越久 包括这个民众党的支持者 对于国民党的支持者 双边的敌意就会互相升高 那这个敌意升高到后面 即便你们是大人想合也没办法合了 那这个是什么 这民进党最热见的一个状况嘛 他们心心念念的就是希望 赶快你们这个双边反目成仇 然后再来第二件事情 你说郭台铭的加入 他会造成一个叫做加重病情 什么意思双重感染 你今天感染COVID 对不对你有打疫苗还没事 但你如果感染COVID又同时感染流感 哇那致死率高到多少三成 那郭台铭就是那个像类似流感一样的存在 这么强的病毒 当然啦 因为今天萨喀都他会有个状况嘛 过去柯文哲跟侯尾他只要整合掉一个人 他会有一点胜利的机会 但如果今天郭台铭加入了 对于所有的蓝军支持者来讲 非律升线的支持者来讲 就一件事情嘛 没得完了嘛 恭喜赖心得嘛 当然选嘛 所以当大家已经心会一人的时候 这个东西会随着时间的靠近越来越压迫 今天剩6个月这是一回事 剩4个月 3个月你等着看 民调他会产生一个结构性的崩解 而且这个崩解来自于郭台铭 就是非律阵线的总数会越来越少越来越低 国民党跟民众党 整个非律阵线在总数最高的时候可能有6成 但你看这一次最新的民调 包括陆续TBS以及各家的分数 最低的来到只能够50% 而赖心的是40% 所以这就不是过去讲的4成绿营6成非律啦 整个结构已经产生崩解了 更何况我必须跟各位报告一件事情 这份民调他其实还有滚动式 因为我们刚才看到是昨天的嘛 最新的国民更惨啦 连二位出都不到啦 所以我说这个前提跟重要件你仔细看 可是郭台铭持续拖垮 剩下我觉得有时候会这样子 物极必反 当郭台铭乱到惨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大家才会反而会看大策大悟开始觉悟嘛 所以你看柯文哲最近态度开始改变嘛 会不会反而是因为这样促成 不管是这些大头 或者是说这些基层的自治者 对郭台铭自己的彻底失望 所以显然不要讲参选 有没有什么参选 红利了 因为全世界都知道 郭台铭本来就要出来选了 他都已经坐在轿子上做很久了 冷气吹到皮肤都已经干了 他现在唯一的差别是什么 当他宣布之后已经正式开始 确定他就是来乱的 那反而是有没有机会 让侯友宜跟柯文哲民调往上走 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反而是这个情况之下 柯文哲跟侯友宜 咖啡是要喝 但只要这两个人喝就好了 我有把握的是 如果这两个人真的有办法促成和解 郭台铭的问题就不再是问题 因为你解决到一个症状之后 郭台铭自然而然会慢慢的被边缘化被消融 活在自己的世界 活在自己一个人的武林 然后就如同我的声音一样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就不见了 周一到周五晚间十点 请锁定 还你第八状 綠营的理财数大公开啊 跟大家讲 你只要有五十万你就有入场卷了 这五十万是翻了好几倍 五十万带你赚上益 敢安呢 对不然大家以为只有光电业有这种 这种融获的特权 没有啦 什么都可以 只要你跟民进党有关 现在爆发出一家公司 大家还记得吗 去年的时候缺蛋缺得非常严重嘛 曾经中跟我们讲说要从国外进口 即便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多人批评说 喂 你国外进口又贵 然后又不符合台湾的需求 还会造成整个产地的价格意志 让鸡蛋产生二性循环 结果他说没办法没办法 我们还是要照上进口 好吧 给你进口进来了 结果被人家踢爆说 哎 竟然找了一家叫做超私有限公司 各位 我跟各位报告哦 整个全部鸡蛋进口里面 大概只有7家 还包含中央续厂会在里面 有这样的资格 去帮我们的国家买鸡蛋 结果他竟然找了一家超私 资本额多少 只有50万元 所以各位 你如果有50万 是不是通通都可以去进口鸡蛋 没有啦 你要认识民进党 要有关系啦 傻傻的 负责人叫什么 秦宇乔 结果高达98%股东不公开 这个照顾 我看到这个我觉得很奇怪 50万的2%是多少 这1万块 我们两个有1万块 我们也想要插股进去 我们也加入好不好 让我们分一点 没办法 这个我没有领党证 他说登记地址的外在高雄 岗山民宅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这个地址长什么样子 来 长就这样 是不是跟你隔壁老王家 长得一模一样 隔壁邻居家就长这样 根本也不是仓库 也不是什么工厂 就是一间民宅 就好 没关系你进口 你如果办的好就算了 就要办的怎么样 哎 进了8.3万公斤哦 带壳蛋哦 而且总共132万颗哦 分75匹哦 然后一匹都好几 这个好几大仓的哦 就后来怨出来说 不好意思 这鸡蛋不能用 为什么 因为他有巴西有农药残留 还有两种在里面 有毒啊 对 那这个农药我们台湾根本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最后讲法就是 那现在只能考虑说是要销毁还是要退回 各位你算一下行程好不好 如果我没有办法把鸡蛋这些再退回去啊 这个鸡蛋搞不好都坏掉了 所以显然就没有办法用嘛 只能全部销毁嘛 但当中的价差在哪里 跟各位报告 我们跟国外买的 他要算运费 要算物流费 要算冷链 然后有一些仓储 所以加一加零零种种 可能一颗蛋买到可能是7块钱 那他就拿这样的7块钱报价 卖给中央续厂会 说我买7块钱的鸡蛋 我卖给你 对不对 中央续厂会就把它买进来了嘛 然后用多少钱卖出去 用3.8 3.9 也就是我们平常市面上 买到鸡蛋的价格再卖出去 所以当中的价差就是所谓的补助款 他说高达1.75亿元 甚至是连农业部的序牧师都有出来讲喔 副司长说 对啦 一颗他这个算一算 补助3.8块 3.9块 很合理 好 那没关系你钱都拿到哪了 就后来发现什么 你高价 请这家只有50万资本 莫名其妙 然后搞不清楚状况的厂商 跑去跟国外买一堆鸡蛋 鸡蛋还不能用 然后你还价差让他赚了1.75亿元 就农业部还要死压子嘴硬 跑出来跟大家说什么 说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绝对没有补贴 玩文字游戏 当然啦 你没有直接把钱给这间超司 但是你通过中央续产会高价跟他收购嘛 好 结果负责人出来讲什么 欣语乔说 资本额少不代表公司资本少 的确啦 但你的公司这叫什么公司啊 这个是隔壁老王家好不好 农业部说 没有补贴上亿元给超司 我刚刚已经讲了嘛 你没有补贴 但中央续产会高价跟他买啊 正完善则说 有任何指控就提出证据 雨萱我听到这个地方 我百思不得其解 第一个这家公司50万 50万我就问了 你要去买这么多的鸡蛋 你哪来的钱 我们从来没有跟巴西进过鸡蛋 你哪来的钱 我先问第一个 第二个是中央续产会 你找这些人 为什么只找这家50万 他去年才成立啊 50万 新任度在哪 为什么只找他买 对 分两个重点 第一个 今天资本额50万的公司 各位你随便去找些牛肉面店 可能都100万啦 那他凭什么 获得这样的资格 去带大家去买这个鸡蛋嘛 这是第一个疑问啊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只有7家哦 全他们只有7家 如果按照比照这个标准 所以显然难道是有关系就没关系吗 如果没有关系 你农委会农业部 必须清楚跟大家讲明 到底有什么样的条件 什么样的标准 把所有的好处 给了这家超市有限公司 否则大概只有一个手指头 两根手指头 全部两只双手 手指头就可以数得出来哦 到底有几家进口 对不对 更令人家猫腻的什么 刚才谈到资本额50万啊 50万你拿来钱去买 所以显然 我跟各位讲一个奇怪的点 你觉得说今天会有98%股东不公开 然后资本额只有50万的公司吗 50万多少钱啊 一个人拿不出来吗 为什么要分得这么细 所以显然嘛 这个人只是一个代表而已啦 我讲得很客气喔 他只是一个代表嘛 那后面这个98%才是一个重点跟猫腻嘛 但你说这个人有没有钱不重要 只要后面98%的股东 因为资本额只是一种登记的方式 代表说这间公司它现有的一个价值 但你股东不能很有钱 股东再把钱灌进来 你需要钱我就灌进来 股东对嘛 他也不用灌 他就股东拿钱出来买就好了嘛 股东有钱就可以了啊 对不对 股东只要他有相关的资产 他相关的他有办法去买这个鸡蛋 反正呢他是确定保价收购嘛 所以这个前提跟状况之下 这整件事情喔 你可以看到 如同光电一样足处一策 叫做稳赚不赔 那这件事情也是一样 同样的问题 今天你看一堆天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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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七八糟的能源公司一大堆 然后跟这个也是差不多一模模一样 十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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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小到不行最多一百万 然后这个资本额比较好一点 2500万 但你说他们怎么有办法 短短两年之内 从108年到110年 暴增到每个都是亦来亦去 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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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不一眼的耶 每个资本额都是登记6.8 完全一模模一样一样 理由很简单嘛 他有把握嘛 什么叫有把握 你自己看看 天府能源成立不到一年 拿到台电20年的顿购合约 文赚不赔嘛 什么意思 对嘛 代表说他绝对是有一定的信心 跟有一定的把握说 在短期之内有办法去拿到这样的标案 所以资本额才会增加 你觉得这个资本额增加代表什么 包括前一阵子有一间外商公司 贝莱德 他为什么突然间把大量的资本 60亿 投入到某家能源公司 后来果不其然 就拿到17个官暗电厂的标案 所以大家在问的就是说 不管接农委会的农业部 或者是你光电的任何产业 为什么总是给这些特定的人 有特定的方法 总是可以拿到 然后在金额投入之前 后来没多久 一两年之内 就能拿到标案 不是不能赚钱 只是为什么总是特定的人在赚 好我们不得不说 现在这些的厂商陆陆续续看起来 难道真的是有关系就没有关系了吗 有没有看到 他一开始好像是先 先射了箭再画吧 我好像都知道 政府要做什么样的标案 欸彩卫 这个是不管从蛋到绿能 这是一套完美的SOP吗 刚刚雨萱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资本额少归少 但是如果股东有钱的话 股东付得出来 问题来了 那很显然民进党这些政府单位 他的这个标案审查委员 要对这些股东百分之百了解喔 他要知道这股东是谁 才知道原来我资本的算少 但是这些股东是有钱的 所以民进党的这一些底下的这个 政府单位 是不是对这些的股东非常了解 我觉得这是第一民进党要交代的事情 但是在民进党执政时间 这个小虾米吃大鲸鱼的情况 是经常发生 不只是蛋 不只是九天玄女的这些事情 还包含大家当时候 应该也都印象深刻的吧 疫苗采购厂商 他的前身是什么 不就是小吃店吗 那你知道他的资本额多少吗 200万 他采购的是16.5亿的疫苗啊 而且疫苗还是攸关我们全国国民 这个身体健康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疫苗欸 所以他今天民进党 都可以把这么重要的东西 然后去标给一个 他其实这是小吃店 而且拿不出相关 他的专业的厂商了 更何况这是蛋 然后这是绿能产业 有什么不可以 而且我觉得最夸张的是啊 这些资本小的厂商 你到底有没有经过正当的 标案审查程序 这是一个问题 因为当我资本小的话 我要如何去证明 我接下来在运作的时候 不管我是在买蛋 又或者是我在做其他标案的时候 我在做其他的一些工作的时候 我有办法不间断 我的现金流 这是对于一个标案最重要的 因为当我的现金流一中断的话 我这个整个标案 很有可能就完全暂停了耶 我不止这个标案做不下去 我还有可能会让政府赔钱喔 政府是损失的喔 所以今天这个标案审查委员 他要去担保我给这个资本额小的公司 他不会让我亏钱 那他凭什么拿什么来担保嘛 这就是一个很大问题啊 所以我才会说最重要最重要的 是不是这些股东 其实跟民进党这些政府关于的关系 是密不可分的呢 又或者是凭什么你会去 可以把这一些资本额这么小的公司 然后这么大的标案拿去给他们 拿去给他们做 很显然你对这些公司是有了解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要去查一下这些厂商 是否有利用不正当的人际网络 获取这一些标案 使得国家的资源 在不正当的程序当中 流到特定的人手中 我觉得这是民进党的人 要去说清楚的部分 民进党人 你可以帮我们说清楚 为什么这些都可以低资本 然后拿到这么高额的补助 要嘛就是哇 一年两年 从十万变百万到千万 他们可以 为什么我就不行 我觉得是这样子啦 就是国民党的立委 诸如像王宏威这样 现在都是看到一个影就开枪 但其实他做了很多连结 不见得有证据 那你看其实就是官方的说法来讲的话 农业部他就有说嘛 就是他并没有补助上亿元 给这个超市这间公司 所以当你说他补助了什么 他都获得了1.75亿元的补助的时候 那到底这中间连结是什么 没有说清楚 只是因为这样子 然后呢就跟甚至这些公司 跟民进党有什么关系 这个也没有解释清楚 那我觉得其实 我不是说不能监督 也不是说不能质疑 而是说你在监督质疑的时候 拿出证据来 不可以说好像我觉得有猫腻 就像馆长一样 我觉得民进党怎么样 可是我没有证据 那这样子的胡乱指控 你不只是伤害的是 这个伤害这些公司生育 等等那一事小 你伤害到的是整个产业的发展 我觉得那会是比较大的问题 来望泽怎么从蛋看到绿能产业 今天坦白讲 这样看起来感觉是 有人在想发国难财 之前能源出问题的时候 绿能就爆出来 之前口罩出问题的时候 口罩就爆出来 那现在看起来鸡蛋 今年也有可能会出问题 因为我们就看比例来讲 我们就不要比其他人 我们就比亚洲人 我们跟日本的差距有多大 我们今年台湾每支蛋机 要产蛋大概0.52颗 那一年大概多少 一年大概190万颗 那日本呢 日本大概是0.84颗 比我们多了0.3颗左右 那一整年下来 可以到300多颗蛋 所以你比较出来 就是为什么跟日本差距这么大 是不是我们在养殖 在生蛋这方面 是不是技术已经不如世界各国了 所以才会发生这样一年 一而再再而三上演的情况 如果说技术不如人的话 那是不是要改进技术呢 你农委会都升级成农业部了 那我们的蛋农 是不是也要升级一下 你能复导这些蛋农去做转型 有没有跟去考察的时候 有没有把各国的经验 带回来台湾 布朗辰你意思是说 他现在已经从农委会升到农业部 你应该不要去买蛋了 你应该是让本土的农业越来越好 照我跟你讲 我们过去有需要到国外去买蛋吗 过去有这样的消息 没有这样的消息 完全没有那么这两年特别多 台湾讲 气候可能是影响生蛋的一个问题 可能天气太冷 激不下单 这也是问题 还有情流感问题 这可能是问题 但是你要想把我去 周一到周五晚间十点 请锁定 环宇第八转